双方的球员随着本场比赛裁判组走入到了南京奥体中心 今天的主队松林一购依然是传统的蓝黑树条山 蓝颜色短裤 蓝颜色球袜 而客场挑战的天津拳界全身一身红 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足协杯也是有过一次交锋 这个时候随着主裁判一声哨音 PPT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21轮 江苏松林一购在主场迎战天津拳界 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开打 这场交位特谢拉 中路高天翼远端谢鹏飞已经到位 还是特谢拉一脚远射飞向球门 但是张路的位置非常出色 把球轻松的划紧 特谢拉这次给他漂亮 找个再一波特谢拉 右脚上门求进了特谢拉 非常出色 面对拳界已经是各项赛事打进了第四球 他确实可以称之为是全剑杀手 没错 刚才这个球其实就体现出来 首先天津拳界一次往边路打的球 然后两个前锋都没有去扯边去接用 所以让江苏松林一口轻松打出来 而且刚才这样一次进攻之后 天津拳界是比较沮丧的一个状态 往回撤的时候 又是在王杰的这个位置 还有两个中位之间出现了比较大的空洞 这个在开场十几分钟里面都出现过的情况 陈阳华特谢拉在四次面对天津拳界的比赛中 已经打进了四立进球 两立在足血杯 两立在联赛中 同时这一立进球 也是特谢拉在各项赛事代表苏宁一口 92场中完成的第40立进球 达到了一个整数 还有一点就是王小龙这一边的防守 全景源需要顶上去更多去保护他 但是没有办法保护住的情况下 你看后边只剩刘一鸣一个中位 轻松地被对方打一个撞墙配合 所以江苏宁一口这边的一方面 是这个进攻线 确实这两个人很默契 刚才那次阅位球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但是杨肖天套边在脱落 并且过了决家轮 还是杨肖天处理 左脚再传到门前的时候 前些出现乌龙 是刘一鸣 把球呢给破坏 最后张禄空中摘下 再看众多队友 到身上传过来 这球能不能打门 无锡的抢停 但是没有完成抢射 自己射门 这球被人枪挡了一下 一片混战中 还有机会 左脚再打 这球高了 全舰队上半场 最好的一次机会 在罚球区内 经常完成世界波 射门的王永珀 左脚呢 操之过急 这个时候裁判 吹响了上半场 结束的哨音 上半场过后 江苏苏尼一购在主场 依靠特谢拉的进球 暂时1比0 领先于天经全舰 这个时候裁判 一声哨音 放放了下半场比赛 现在已经正式开始 你先打开 看看这次特谢拉把球拿下来 这边艾德尔在跑外 推拉传起来 艾德尔停了一下 右脚再打 张璐把角度给封住了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艾德尔 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打进 这球还是王小龙形成了一锅二 再传到中路 杨旭的退射 球被顾超没收 王小龙到进攻端 他就能够发挥 而且每次都是在内部 能够吸引两三个人 突破非常犀利 同时在冲入到发球区里边 王小龙也是选择非常正确的 地面球的横传 给杨旭传球 此前昭旭日在这一点上面 稍微往上顶一点 救后卫正达轮也上去了 到禁区附近 就刚才完成远射的是王杰 没有能够帮助球队将比分推平 苏尼购 获得了一个距离球门 31米的任性 李昂可以远射 艾德尔也可以传球 掩护了一下 这边李昂左脚射门 飞向球门 比较正 这个叫艾德尔说 你给我 这可能是一个配合 但是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去 右手转攻 速度非常快 真跑起来的是特谢拉 一对一 面对正达轮 要强过 过了正达轮 特谢拉的射门 这球被张路没收 差一点点没开而渡 正达轮 特谢拉过完人之后 身体稍微有点没有绷紧 所以这下射门 没有办法很好选择角度 胜方你来握 这边是孙可 交给了杨旭 左脚射门 顾超 也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 门前的技术 交给了杨旭 再做出来 再传进去 这边苏文杰的侧射 球进了 将话题80分钟 顽强的天空拳戒 在客场将比分追平了 1比1 替补补上场的苏元杰 打进了个人 在中超联赛的第二类进球 我们刚才介绍过 在今年5月 他刚刚完成了 自己职业生涯 中超的首球 在与申花队的比赛中 是进球 今天又是一类进球 帕托刚才这下又是在进攻当中承担了这个主导者的作用 而且到下半场之后 帕托其实打得越来越活 跟杨旭也有一个联系 球队的一名进攻球员 孙文杰呢 在前场多个位置都是可以去胜任的 球队停下来 最后抢在杨晓天封堵之前 左脚倒地的扫射 把球踢进 这中间帕托的向前的这下小处理 还有杨旭的做球都非常重要 再加上杨晓天这边没有注意到 这个苏元杰快速的有一个横移 这个时候呢 裁判吹下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然后在今天进行的中超联赛 第21轮比赛 像素聪力一构 在主场与天宁拳舰 只一笔占成了平局